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李深 南投一新社区 听一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又岑 总盖事尤淑珍 水宝局南投分局分局长陈荣俊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员叶明峰 脚白损农林伯伯 说 李深 一新社区其实就在南投县普里镇 属于普里的北方 那距离普里镇大概十公里 以务农为主 有脚白损 咖啡 丝瓜 百香果 那尤其脚白损为最大宗 脚白损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这种 会看到肚子这样子胖胖的 脚白损的筋部这个地方 就是平常我们吃的脚白损 就白白嫩嫩的 我们国内知道脚白损品质 很好的一个地点在埔里 那埔里生产很多的一个地区 也在我们的一新社区 可是一新社区因为这样子 种了很多的脚白损 所以对我们整个种植环境 其实有一些改变 那这里有一个像古堡籍的东西 叫做台湾白鱼 台湾白鱼是台湾的特有种鱼类 又叫台湾腹系绩 那目前是珍贵稀有的 保育类野生动物 在野外的棋林 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在一百年开始 我们执行了农村再生 我们就去做了一些调查 会发现我们的河流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台湾白鱼 台湾白鱼在台湾只有四条溪流里面有 四条溪里面除了台中的实水科溪之外 剩下的三条溪都在我们的一心里 而且就生活在脚白损田旁边 脚白损田在夏天需要降温 降温主要是来自天然的溪水 水温比较低 所以很多农民常说饮用大量的溪水 进到脚白损田 如果说它是用冠型农法 它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污染啊 或者是化肥的污染 那这整个都会对台湾白鱼有一些冲突 那他们社区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去投入相关的一个力量 也把危机变成他们社区的一个转机 带动了当地很多种角白损的农民 然后陆续都有人加入 变成是一边生产角白损 一边富裕台湾白鱼 那我们社区在推动友善农业 就是以绿色保育标章 它就是一个概念 当我们不用除草剂 不用化学肥料的时候 其实田间 那些动物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就是希望跟大自然共存的一个方式 当河川我们在不断地传达生态保育 或者一些对生态的概念 当河川我们在不断地传达生态保育 当居民对这个概念越来越好 河川如果水量够多的时候 其实白鱼是会回归到河川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愿望 希望白鱼还是回到自己的家 里山的精神很特别 就是在我们人的生活空间里面 透过什么样一个作为 对生活多样性多元化的一个状况 把它保留下来 共存共荣 那这里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做白鱼它早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人类也在这边共同生存 中间可能有因为一些过程 而影响到这些鱼的生存 那当社区区民发现之后 透过一系列这样长起来的改变 它就变成他们一个特别的文化 把以注重产量为主的小白鱼的生产 变成是以生态保育为主的 里山精神的生产